9月份之后 我们养护的胡迪兰 如果想要它下一次开花品质更高 这件事一定要赶紧做 这件事就是给它修剪花杆 当然有些话有说 可以利用这条花杆 让它开第二次花 那么当然它可能开花的时间会快一点 但是开出来的花品质会差很多 所以我们想要它提高品质 一定要给它修剪掉 修剪完成之后 要及时的给它补充前营养的水用肥 像这种兰科植物型营养液 按照1比1千的比例 对水每次浇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入秋之后 是蝴蝶兰快速的生长期 把它的植株养壮养肥 到了花期再给它促进开花 那么这样开花品质就高了 那么我们把这条花杆剪下来之后 也可以拿它来防殖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下期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用这条花杆来防殖蝴蝶兰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